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囉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喔 同意是高以翔猝死喔 外界覺得很震撼 因為一來他很年輕 二來確實綜藝節目那種瘋狂遊戲喔 也是稀鬆平常大家都這樣玩 但是顯然在當時高以翔的身體 已經不能附和那些這個戶外的運動了 可是他硬撐 硬撐最後就導致致命的風險 突然我想起幾年前 大家記不記得郭金發唱燒肉重的 他就在唱歌唱到一半突然猝死 後來也是沒救回來 可是大家比較可理解的是 他本來就是比較胖胖的感覺 像代謝症候群 胖胖老人比較正常 高以翔是打籃球的 他是跟籃球隊 他籃球技術非常好 體力非常非常好 他竟然在這樣的一個寒冷冬天 只是跑一下步就過失 這是讓我們非常非常震驚 但後續就很多人在追蹤他為什麼 他他也沒有什麼心血管疾病 以前都沒有這樣的疾病史 那為什麼會這樣 後來發現第一個 他的確當下是在感冒 而且在之前他已經連續工作 那個像17個小時都沒有休息過老 第二個是外在的因素 當天的氣溫是非常非常寒冷的 9度C 我們講我們今年冬天最冷 也沒有到9度C 那一天的空氣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講說等於說他幾個內在外在 不利的因素加在一起然後造成 他的那個悲劇的那個產生 其實我是照顧洗腎士 慢性腎痠的老爺爺們 那我都很擔心 他們其實你知道誰最喜歡運動 現在爺爺奶奶 其實都非常非常喜歡運動 他們一些 那我現在一直以前 我以前都要鼓勵他們 我現在說我現在冬天天氣 我都告訴他幾種情形 就不要出去運動 第一個你正在感冒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你每次感冒 醫師都跟你講要多喝開水 多休息 絕對沒有叫你要去多運動 你身體已經再不舒服了 這個不要再勉強自己去運動 我們運動是為了身體好 第二個是這種天氣很寒冷的 寒冷的問題 我們要避寒 躲在家裡就好了 你不要出去運動 反而讓血管急速收縮 這有那個風險 那還有空氣污染很嚴重的時候 這幾種情形下 你就躲在家裡就不要出去 那冬天我們講說 我剛剛就跟那個急診醫師講說 你們今天一定 你最近一定忙翻了 到底冬天有哪一些疾病的人要特別注意 因為天氣能 我們想到的就是一個血管收縮的問題 血壓上升的問題 所以前兩名一定是血管的問題 第一個心血管 尤其是你今天有一些冠狀動脈疾病 或高血壓心臟病心衰竭的 在天氣能都一定要小心 要做好保暖的功夫 第二個我們最怕的是說 我們講的冬天的清晨 一大清晨 我記得以前我在當住院醫師在首席人 最怕冬天的清晨 那個很多送來一大堆中風的病人都耗發 為什麼耗發在那時候 因為整個晚上沒喝水 那你從被窩睡得很溫暖 被窩有時候我們蓋很暖 汗還在增散 你是整個血液在濃縮 那突然起來一大早起床 整個溫度要驟降 那個冷熱變化的時候就中風了 那另外一個就很多那個叫做慢性阻塞性肺病 很多那種COPD的病人 在那個天氣能的時候 就發作起來 這種大部分都在半夜就送急診室 然後要開始那個催淒 那還有一個叫腸胃道症狀 那天氣能為什麼跟腸胃道相關 跟大家講天氣能 除了消化不良之後 很多腸胃道出血的 會在急寒的天氣會出現那個出血的那個症狀 另外一個就感染患 這大家比較清楚 為什麼到十月份就要開始打流感 跟肺炎鏈球菌 天氣能我們的抵抗力會下降 可是這時候的病毒細菌的活性 就很容易入侵 所以你如果有這五大疾病的 務必要做好保暖的功夫 大家知道腎臟是一個排毒的器官 最怕的我們臺灣最怕的就是油鹽糖 可是我們到冬天就是會很冷 很冷我們就喜歡吃一些 冬天我們就進補 吃高熱油鹽糖的食物 那冬天我們會很冷 我們不會想要上廁所 我們會憋尿 那我們會不喝水 那冬天我們會很容易感冒 那這些慢性病的病人 事實上都免疫力不好 只要感冒很可能就要洗腎 我就舉一個案例 其實有一個六十幾歲 一個糖尿病的 其實他腎功能大概剩下 他慢性剩下第四期 再跨到第五期 那我預期其實還有一段時間 才會洗腎 不會那麼快 那他每兩個月會回我們診 去做一些檢查 那這次回來說 我發現從他進診 結果覺得他好累喔 那個累的表情 你看就看得出來 他很累很累 然後很不舒服 可是我請護理人員幫他量 三十九點五度C 那他說他全身痠痛 他如果跟我講說是濃痰就算 他是說他是全身痠痛 我心裡想不妙了 這應該是流感 因為又發高燒 那我就問他 你今年有沒有打流感疫苗 他說打流感疫苗 他怕傷腎 我跟大家講打流感疫苗 不會傷身一定要去打 然後結果我去驗 果然快篩 果然A型流感 那A型流感 可是他一直表現出來 是噁心想吐會喘的那種症狀 我覺得不對 後來就趕快轉到急診室 急診室一驗 他的基酸肝已經高達十二了 我們正常女孩子 基酸肝是零點九 那尿素蛋已經高達到一百多 這個都已經爆表了 他我看一下 他兩個月前 其實基酸肝都還在 還在第四期 還沒那麼快就突然一下子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那個叫壓垮駱駝 我最後一根稻草 每次慢性腎出來 到第四期 第五期 只要一次嚴重的感冒 當天就要洗腎 因為他的症狀太明顯了 後來急診室就幫他 匯整那個腎臟科 就開始當天就收住院 就洗腎 從此就開始洗腎 所以冬天 其實有一些慢性病的 真的要注意 一個是保暖 一個要去打流感 跟肺炎鏈球菌疫苗 第二個油鹽糖飲食 還是要斟酌吃 那我們講說冬天天氣能 會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我剛剛有提到說 腸胃道也會出問題 那為什麼會腸胃道 尤其是有一些曾經胃潰瘍 或是有初血過 真的要特別小心 我曾經有一個年輕人 他只是輕微蛋白尿 每三個月都會回去 我那邊驗個小便 看有沒有蛋白尿 這次他提早回診 我也是病人提早回診 不是藥物不見了 就是真的發生什麼特別狀況 那他就回來 他說他昨天晚上去吃那個麻辣火鍋 吃到飽 那個吃到飽之外 他們可以免費喝那個生啤酒 那出來他喝了一些啤酒 可是他說他回去吃 回去就是一直很脹 他覺得是應該是啤酒喝多了 可是這種脹的感覺 到隔天早上還一直持續著 一直就是他早餐就沒辦法吃 那不久之後解大便 解出來前面是黃黃的 後面就有一些黑色 跟頭髮一樣黑色的那個顏色 那他跟家人講 家人跟說應該是吃那些麻辣鴨血 或什麼含鐵的那個食物 他說再觀察一下 可是他到中午之後 他那個解的大便就像那個薄油一樣 那一直流出來 而且他自己都覺得不對 因為他開始臉色會暈 臉色慘白 那後來他今天到我那邊的時候 我一看我幫他量一下血壓 血壓只有80 over 40 正常他已經低於90 而且心跳高到110 這個就呈現一個休克狀態 我趕快一樣轉到急診室去 那今天是一驗血色素只有6.0 那個叫做薄油樣大便 那時候血一直在流失 那剛才趕快是輸血之外 趕快找那個腸胃科來做個胃精 他們進去就是有一個潰瘍 那潰瘍已經吃到一條血管 有一條血管正在冒血 當然還有他們用胃精 直接下去幫他止血 這個很危險 這個是表示他只有一天的時間 已經大量出血 到已經剩下血色素剩6 這個已經在休克狀態 這有時候晚一點回來 就等會過世 所以任何在冬天 我們講大便不見得一定是薄油 薄油油亮亮黑 那叫做很大量 其實有時候只是一點點吐出來 有像咖啡顏色的呕吐物 或說大便有點綠綠的咖啡色的 或甚至這個都要注意 這有可能是腸胃道出血 一定要去看一下醫師